虫草姑娘被逼嫁四兄弟 诈骗团祸40天内 骗近300人 火80余万元 据媒体3月26号报道 2月27号 上海警方捣毁这个由30人组成的犯罪团祸 经警方摸牌 该团祸通过微信当时被害人 随后向被害人自称 其出生虫草世家的少女 因家中贫困 不得不接受家中长辈 为获得聘礼早早定下的婚约 嫁给一家四兄弟为妻 由于不愿接受这种安排 独自一人逃到了广州 可是老家逼亲家里又穷 唯一的出路便是 将家中收集来的虫草变卖 用于退还聘礼 有的被害人处于对虫草姑娘遭遇的怜悯 出资购买虫草 骗子会根据被害人的汇款金额 按照100元一更的价格 寄送市场价 20元一更的劣质虫草 更有被害人直接给虫草姑娘出聘礼钱 甚至不要求对方寄送虫草食物 警方调查发现 从2018年12月至今 全国各地已有近300人 被骗80余万元 举该团伙负责人侯某介绍 团伙大多是男性 为了增加迷惑性 还专门找了模特到西藏 拍了1000多张照片 用来发朋友圈 同时侯某还在网上找了一款可伪造视频通话效果的软件 将事先拍摄好的视频 接入微信 视频通话界面 让顾客误以为是实时视频通话 目前全部嫌疑人已被押解回上海 被依法刑事拘留 先进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先进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